- 大家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如果你被我的标题骗下来我很抱歉 但如果你今天进来了 看一下吧学一下英文好不好拜托 所以我要讲那个女生肝纳 不是那个色色的方面什么肝纳 我要讲的是女生不太能够跟你对话 有女生就是不爱讲话 真的吗 好我们看他这个讨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他的标题就是 所以女生在约会的时候 不太会讲话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故事 先看到这里 就先一半 所以got off a date就是结束一个约会 所以他们那他都没有标点符号 烂东西 所以我们去看了圣诞灯 OK We went and looked at Christmas lights around town 所以这个城里面的 想到新北耶诞节 And ate cookies 然后吃饼干啦 然后听圣诞音乐 But I had to make all of the conversation 他就必须要讲所有的话 And it was draining 这个drain 一般来说就你知道 你家的水龙头的那一个漏水的地方 所以那个叫做drain OK So if something goes down the drain 就是这个东西被浪费掉了 这样子 就没菜了这样子 Something goes down the drain 失去掉了这样 所以如果说一个东西draining的话 就是那个东西仿佛在吸你的精气一样 让你的精气仿佛一带 然后下面破洞再漏掉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这样的状态很draining 形容词形容的用得很好 Question for you guys Is why are so many girls so bad at having conversations 给大家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女生不会聊天啊 So bad at having conversations 这里不是women版 我常做的是women版 这里是true of my chest chess是胸口 所以从我胸口出来 就是啊我必须要拍胸脯讲真话 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 想讲真话的一个版 cool like I've never had a girl tell me a story It's usually just a direct answer to my question 他从来没有女生 愿意跟他讲故事 通常就是女生 直接的回答他问题 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我怀疑啦真的 我们看下面能怎么回答 ok 所以下面第一个人说 first dates can be difficult to break the ice 所以这个破冰 我们其实以前常看到 我们上一次甚至有讲过一个题目 我记得是外国人该都教你怎么破冰啊或之类的 所以break the ice 破冰 所以 所以头几个约会可能很难去break the ice for anyone and to this day it is still assumed that men take the lead 所以这个to this day就是 到今天 我们都还认为是男生应该要 引导这对话 所以这里这个to this day 用得很好 因为很多同学 我们讲台湾的同学 我所经历过的 学英文的同学 甚至我知道有一些补习班的教材 还真的这样编 因为他不知道这是错的 所以 也不会再抨几什么老师啊 因为我也没有讲是谁 可是我真的有看过补习班的教材 就我以前打工过的补习班 那学生都把until用错 因为学生会想until today 就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我都还很想念我妈妈煮的饭菜之类的 until today 你说until today 就表示你直到今天 然后明天就不想念你妈煮的饭菜了 因为until就是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你说 I miss my mother's cooking until today so you're not gonna miss it tomorrow that's what you're saying 所以until不要用错 真的 所以这种直到今天 并且日后还会继续的这种表达 你绝对 你根本不能until today 这个你怎么调都没有办法调对 或者你把today换掉可以吗 没有用啊 你只要把另外一个时间丢进去 那就是until那个时间 然后你的行动 你的举止又停下来了 那不是嘛 你如果要讲一个东西是 直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话 那就是 你讲to this day就可以了 就直到今天 并且日后还会继续 ok 所以他用to this day很ok 他说到今天啊 他都认为 我们这叫做大家都认为 就被认为 it is assumed 被认为 男生要take the lead 这个片 好 就采取主动 或者是需要来引导 take the lead 当leader 这样子 given that my goal to the first day is always an activity 所以好 所以 这也是他拼着拼的乱七八糟齁 所以given that就是 我们既然也知道刚刚这一个重点 就是男生应该要take charge 所以take the lead也可以 take the charge也可以 这边多补一个字 所以这边的他的标点应该是 given that 已知刚刚所说的 男生应该take the lead 所以他的 my go to the first day is always an activity 所以他的 my go to move 他想讲大概是这样 我们的go to什么 我们以前也讲过 但我知道 我们讲的很多东西 事实上都一直在重复 因为你知道 现实中文中英文 就可能是这些东西 不断的翻来翻去 所以你一直看我的频道 你就会慢慢的 把这些东西看了很多次 然后你就会学会了 真的 像我之前讲 如果电脑坏掉 我会找谁 找以前一个 我的好朋友叫mark 所以mark is my go to guy when it comes to any computer related problems 所以他是我的go to guy 所以你的go to什么 就是你的首选 你这个东西就是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就是你的go to什么 OK 所以他的go to move 所以他的 so 他的 他的 口袋里的第一招 他的go to move for the first day 所以第一次约会 就是要做个活动 always an activity 所以这里的go to move OK的 我们这句就不用把它写完了 所以for me kayaking was a good one 这kayak的意思是那一种 那个独木舟 那那种独木舟是一个很小的小艇 我这边稍微找一下给你看 kayaking 就长这个样子 ok 这一种 就要跟一个女生一起去滑这个玩意儿 酷喔 那也多给你看一个 还有另外一种独木舟是 是 呃 你看这个是双 双桨的 有那种单桨的 然后比较平一点的 空间多一点的那一种小船 那个叫canoe 所以多学一个字 canoe 你看是不是长得非常不一样 ok 所以两个字我打给你看 留在这里 所以kayak 一个是canoe 两个是不同的 好 所以他会带女生去kayaking cool what this does is give both of you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ince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好 所以这个句子 很多英文不好的东西就会看不懂 what this does is give 你看他好多动词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做到的是 what this does 这个does 已经是个动词 is就是 是什么呢 给你们两个一点东西可以聊天 所以b动词后接原型动词事实上是ok的 只要你前面这个句子是这种结构就可以 ok 所以我想要你做的就是给我钱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give me money 所以b动词后是可以接这种原型动词接下去 这个文法是ok的 虽然它是文法中的一个例外 就怎么可以b动词后面又接动词啊 但我可以跟你说这是可以的 我在这一句子给你看 我跟你 我从你身上要的没有别的 我就只是想要你爱我 so the only thing that i want from you is for you to love me 这句子烂掉了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love me 这样就可以了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 is love me 所以原型动词 听懂我意思齁 好所以what this does is give both of you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好不小心讲了一下文法 但不管了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做到的 就你去跟他kayakin的话 就给你一点你们可以聊天的东西 第一次线 第一次线 所以in my opinion IMO就是in my opinion 所以他认为晚餐的约会是很糟糕的第一次约会 为什么 because it causes that weird effect of asking interview like questions 所以造成一个很有趣的很奇怪的效果 效果就是你会问一些好像是在面谈一样的问题 所以你是做什么的啊 我好不好意思问年收入 可能女生会hasit一下 所以你都做什么运动啊 所以你有些什么hobby啊 这真的很像interview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跟他在kayak的话就不会咯 so taking her on an activity that you know about can lead to you talking about the activity so for example while kayaking we can laugh about getting into wobbly things talk about the wildlife we see and be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view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所以大家去做个活动 而且是你所知道的活动 ok that you know about can lead to you 可以导致你talking about the activity 所以导致你去你就可以聊这个活动 你知道你的奖要怎么拿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女生会不会喜欢这样 可能会吧 就跟男生照顾她带她kayak 虽然说好像有点点 啊总之我比你屌这样子 我不知道或许有些女权主义 意识高涨一点的女生可能会觉得 我不喜欢被放在一个 被你就是跟你比起来低很多的角色里也不一定 好或许有多想 but anyway 所以你就可以yeah you can talk about this activity that you know about so for example 你看她不写逗典 不写句典 举例来说 在kayakin的时候 we can laugh about getting in the wobbly things 这个wobbly就是 比较不稳的 晃来晃去的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以聊 这个船怎么那么晃之类的 所以可以聊他们看到的这些野生动物 wildlife 以及可以被 被很beautiful的view来围绕 surrounded this provides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instead of just talking to talk 提供了一点能够聊天的事情 而不是只有为了聊天而聊天 talking to talk 还不错 another reason i like to do this is to see if they even like the activity that we are doing 所以另外一个理由是 她想要看看她连喜欢都不喜欢吗 是不是 see if they even like it 看看她们是不是甚至是喜欢的 因为说不定女生不见得喜欢户外活动 so i like hiking nature kayaking and such and such so if she is not down for it so if you are down for something 就是你愿意做那事情 so i'm down for 什么东西 i'm down for another drink i'm down for another drink 我愿意跟你再喝一杯酒 i'm down for 什么 这样 事实上不见得是down 你知道吗 因为down跟up 在这个内容中都可以用 are you up for a drink 你要不要来喝杯酒 还是可以耶 所以down for something up for something 很吊诡的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ok 好 英文真的不是一个另一个好理解的语言 so if she is not down for it 要是她不是很喜欢kayaking的话 then i know then and 那她就知道了 and i know then and there 就是这片意思 then and there 就是我当下就知道 ok this is not a good match 所以你跟她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ut hey i gotta go kayaking instead of a crab dinner 但我还是去kayak啦 而不是去一个吃一个很屁的一餐 所以对她来说 所以 所以 这里一个just my two cents 这个外国人 或者台湾人也很爱用 就是啊 这只是一点我的意见 所以啊 这就是一点我的意见 so just my two cents 我也曾经好奇过 为什么是two cents 不过也没去找就是 为什么不是three cents 或者为什么不是一个quarter i don't know 或许你有兴趣可以找一下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好 个人潜见 这句话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just my two cents 个人潜见 或许我应该把这个当影片标题 不过算了啦 我觉得还是用女生 为什么干 这个来当标题好了 好 所以anyway 所以这她说的 我还是 我还是想要带回一个概念 就是 女生真的讲到很干嘛 我真的不觉得 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说些什么 depends on the girl to be honest 这也是我想讲的 这个TBH 就to be honest 坦白说啦 坦白说啊 看女生啦 OK 我遇过女生 那个嘴巴打开就没有停过了 靠北 甚至在那边讲讲讲讲 然后我就睡着了 然后睡着不小心 一点点憨声把自己惊醒 然后那女人说你睡着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看 所以 有个女生 真的是真的 一张嘴听不下来 Gosh 好 来所以再看一下下一个人说 This is a big generalization because then there's the other half of men saying that girls don't shut up do their dates yes that's how I feel too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eneralization就是 这该怎么翻译啊 我把这个字打出来 Generalization 你知道general的意思就是很一般的 所以所谓的generalization 我给个例子就是 啊女生都 女生都会照片啦 男生都喜欢说自己那个大啦 这就叫generalization 你把一个idea 讲成是大家都这样啦 就讲成一个 一般性的普世的东西了 这就叫做generalization 啊亚洲人数学都很好啦 我数学烂臂 对 这种就generalization 那你说这个像不像刻板一样stereotype yes 你就可以用generalization 来解释stereotype so stereotypes are basically the generalization of a certain type of people ok of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或者不一定是group 可以是动物或什么这些 总之 所以stereotypes are by definition generalizations 好那听懂了 来 所以这是一个big generalization because 因为bc 就是because then there's the other half of men 就有另外一群男生 说 say saying that girls don't shut up during their dates 所以一会儿说 讲话讲不停 that they control the entire conversation 就女生控制整个对话 也是有的 我常遇到的 反而才是这一种 你知道吗 the real question is do they want to go on a second day with you 重点是他们愿不愿意跟你第二次约会 所以如果愿意 那表示至少 你跟他发展不错 I don't mean this in a mean way 所以他不是 所以他想要 确定一下 讲清楚 他不是有恶意的 你知道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如果一个女生 他只会回答你yes or no 你问了他半天 哦对啊 哦是啊这样 然后 第一次约换 他八成 可能不会想跟你出去 为什么跟你约会那么闷 那么不讲话 就不喜欢你吗 说穿了就这样子而已啦 今天要是我运气不好 可能交友囊体刷那个女生 然后一起出去约会 就发现他一点都不吸引我 我说不定还是愿意把饭吃完 那我可能也会有意愿 试着聊个天 可是他如果真的他妈超级难看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被照片的话 然后出来了 然后勉强还是吃个饭 我说不定真的脸会蛮臭的 然后他问我问题 我可能也是yes no 说不定还甚至不礼貌 手机拿出来看都不一定 但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啊 可是我真的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我真的觉得 我被骗到的话 没有俯袖走人已经是很客气了 好讲这个干嘛 来回来这里 like if they don't want to do a second date then their silence is because they didn't like the date or don't want to be there 所以他讲的就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他们如果不想跟你第二次约会 那他们的承诺就是因为他们事实上 并没有喜欢跟你这个约会 或者就是并不想要跟你现在当下在这里 if they do want a second date then maybe it's the type of girl you're going after 所以要是他真的 会愿意再跟你约会第二次 那我们不排除有可能性 这个女生真的比较慢 但他对你是有兴趣的 ok so like think about how they act before the date 所以你想一下他们在约会前 是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或许在网路上聊天 其实还蛮主动的的话 那见到面突然间变被动 那可能真的是你的问题了 你有没有照片还是之类的 所以或许你有一些问题 例如说可能你口臭很严重 或者你体臭你糊臭 什么这些的 或者你头发油的让他觉得很恶心 或者你脖子特别会冒汗 让他看到觉得很恶心 总之有一些点是女生会不小心在意到这样子 也不是不小心在意到 真的在意到 好啦 so maybe you're just picking girls who don't like to talk 然后他又想另外一个可能性 你专门挑一些不爱讲话的女生 and that's a possibility too and that's fine some people are listeners 有的人就只是好听众啊 so if you went on a date with someone who knew talks a lot who you knew would talk a lot and then they don't talk the entire time then that's weird yeah sure 总之他说的他也不知道 IDK就I don't know 好啦 扯了半天 讲了一些齁 我们把他的看完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看下一个人 so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f I am quiet on a date 所以从他个人来说 如果他约会很沉默的话 I've already decided it's not going anywhere 就他已经决定了 跟这个女生没有发展 wrong vibe yeah这个vibe这个字不错 就你跟他之间的那种互动 的那种共鸣感是没有的 wrong vibe I see a red flag 啊又看到red flag 最近red flag这个字好常出现 OK red flag 你看到一个警示灯 啊这个东西 不会是我喜欢的 对不起 然后又不想要 you wanna give the other person the courtesy of finishing the date OK 你会想要有给另外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礼貌 这courtesy大概就有礼貌的意思 就是把约会给finish完 中途走人还是太rode了一点点 我也同意 OK 所以你如果看到red flag 你知道the date is not going anywhere you still wanna give them the courtesy of finishing the date 好 I'm nervous that I'm going to over talk and then the person will see me as self-absorbed and messy instead of being cool and aloof 所以他要是沉默的话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事实上是紧张的 然后他紧张是他怕说太多 然后让那个人觉得啊 你这个人太自满 自傲 自我感觉良好这些的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self-absorbed 很不错 就是你自己太自我中心 self-absorbed 这个字不好翻译成 不好翻译成自我中心 因为你知道absorb这个词是吸收的意思 那什么叫把自己吸收啊 不好 我觉得这个中文不好解释 但如果今天换成self-center或之类的 可能你会好好理解一点 所以要把它打上去 这样的意思是事实上差不多 自我本位一点 所以他不想要让这个人认为他太self-absorbed 以及是很messy的 讲不停 instead of being cool and aloof aloof这个词 我今天的那个高阶智慧课才看到 就是 啊对事情有点漠不关心 哦你说那个东西 啊很酷啊 that's nice 所以你讲什么东西 我都不可能呈现出一个 oh my god that's so cool 有的人就有的男生不喜欢 让女生看到 就是失去的酷的这一面 所以他每 任何东西就泰山崩以前 不动营射 就 that's alright ok 那个东西 that's not bad 就这样最大的极端反应 就这样子 所以你不会看到这个男生 lose his shit over anything 有男生会这样 我倒是不会啦 我有什么情绪 突然就直接写在脸上 好 所以大概就这样了 其实 可以了 oh 我们把这段看完 所以他了解他所 这个体会的frustration I understand the frustration that is draining yes but as a bi woman 所以他是一个双性恋 who has dated all genders 所以他跟所有的gender都约过会 所有的性别都约过会 and non genders 以及没有性别的人也约过会 it's a people problem 这是个人的问题 sure so let's not make it a gender thing 所以他不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女生的事情 因为 原婆写的是女生嘛 好啦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算是看了一些小故事 还蛮好的 那很快的复习一下一下 drain 刚刚说的就是把一个东西有瀝干的感觉 drain 这样子 break the ice 破冰 to this day 不要用错了 不要再用错了 to this day 多半是你要的正确的版本 说真的 如果你今天讲的是 我到今天才吃到最好吃的素食料理 那你就可以说 I've never had such great vegetarian food until today 那这就是正确的 因为你要说今天终于吃到这么好吃的 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素食料理 then you can say until today 否则你要讲的只要是那种 到今天并且以后还会继续 所以我到今天都还是爱着你 so I've loved you to this day I have always been loving you to this day 那这样就是对的 因为你明天还会爱吧 你不会爱到今天 然后明天就不爱吧 好啦 ok anyway 所以采取的这个 采取领导地位 take the lead take the charge 都很可以 那given什么什么的就是 就以致我刚刚说过这个东西 所以刚说过东西知道咯 那现在我来发展另外一个论述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given that 开始讲下去 那这个go to 什么东西 刚刚重复讲了好几次 所以你要是什么问题 你第一个想到的 你的首选就是你的go to 什么 这样子 ok 所以加个名词 go to 是个形容词 那两种不同的小艇 kayak 是比较封闭的那一种 然后 canoe 则是开放的一种 宽一点点的 然后单面讲的这样子 If you're down for something If you're up for something It's the same thing ok 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嘛 Are you down for a drink Are you up for a drink 都可以 Just my two cents 叫做个人潜见 generalization 就是把一个事情讲的很一般话 像刚说的或者应该说 黑人的嘴唇都很厚 应该没什么黑人在看我的频道 我这样开玩笑应该是没关系的 ok 或者你说 还有什么generalization 我们讲说金发女生都比较好玩 blondes are fun that's a generalization 非常是 anyway red flag 就是两个关系中的一个 你知道 警讯这样子 你还跟爸妈住在一起 that's a red flag 这个在国外 台湾大概比较不会 40岁跟爸妈住在一起 也蛮合理 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照顾爸妈的话 我们亚洲认为这叫孝顺 可是在西方社会 你如果40岁 还跟父母住在一起 that's a red flag 你会觉得这个人似乎还 不太懂得为他的生活 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courtesy 就礼貌 所以通常我们会extend一个courtesy 你讲manner也是吗 意思 有重叠性 我觉得 有重叠性 可是courtesy比较 大概怎么解释比较好 manner是举止 courtesy不见得是举止 你懂我意思吗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courtesy就是 我愿意跟你把一个约会完成 这就是一种courtesy 我看看文字 god damn it 好飞走了 算了 ok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约会完成 因为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礼貌 所以这个不是动作啊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courtesy ok 像courtesy也常用在 像那种 有节目 然后节目说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courtesy of什么什么 所以就是感谢赞助的广告生的概念 所以这个courtesy 有感谢 总之有礼貌的概念 好 self-absorbed 刚看过就是一个 你是一个很自我感觉良好的 不 对不起我应该讲 不要讲自我感觉良好 就是很自我中心的 self-absorbed self-centered a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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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事情漠不关心 所以 还有一个词叫indifferent 我觉得也有点像 ok 所以 一副很layback的态度 对事情冷漠 不关心 不过说这个indifferent 比较不是个好字就是 就真的是冷漠 漠不关心 比如看到 这个你经过了台北车站 看到一堆游民睡在路边 然后你心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感觉的话 你就是一个很indifferent的人 ok 好到这里ok了 我们讲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